红豆子释放红豆子的营养价值,综合指南 图,由红豆子室内无土水根中的红豆芽苗米米微型蔬菜 红豆子,也称为赤小豆,是世界各地许多菜肴中常用的豆类之一 红豆子味道甜美,质地紧实,是汤,炖菜甚至甜点的绝佳搭配 但除了它们的味道,红豆子还富含重要的营养素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食用对于您的健康非常有益 在这本综合指南中,我们将探讨红豆子的诸多好处 以及如何将它们纳入您的饮食中 无论您是想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还是只是想寻找新的方法来为您的膳食增添风味 本指南都将为您提供所需的所有信息 以释放红豆子的营养价值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红豆子的营养价值 红豆子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每份都含有多种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一杯煮熟的红豆子大约含有 294卡路里 16克蛋白质 0.2克脂肪 58克碳水化合物 16克纤维 4.2毫克铁 0.8毫克蒙 0.3毫克铜 1.2毫克铅 0.4毫克硫氨素 0.2毫克核黄素 1.2毫克烟酸 0.6毫克维生素B6 256微克叶酸 如您所见 红豆子是蛋白质 纤维以及多种重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这些营养素可以为您的健康带来多种益处 从改善心脏健康到帮助消化等 食用红豆子的健康益处 食用红豆子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这里仅仅列举少数 1.对心脏健康的好处 红豆子是可溶性纤维的重要来源 可溶性纤维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及心脏健康至关重要 因此在饮食中加入红豆子是对心脏健康的好方法 2.对消化系统的好处 红豆子中的高纤维含量也有助于保持消化系统正常运转 3.骨骼健康 红豆子是钙的良好来源 它们还含有酶 钙与酶对保持强健骨骼很重要 4.炎症 红豆子含有抗氧化剂 与炎症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 因此将红豆种子加入您的饮食中是支持整体健康的好方法 5.红豆子帮助减肥 红豆子也可以成为减肥饮食的重要补充 红豆种子中的高纤维含量可以帮助您长时间保持饱腹感 减少暴饮暴食的可能性 此外 红豆种子的低卡路里含量使其成为那些想要减肥的人的绝佳选择 如何烹饪和准备红豆子 红豆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制备 这里有几个选项 依煮肺 要煮红豆子 只需用冷水冲洗它们 然后将它们放入锅中 锅中加足量水已煤过红豆子 将水烧开 然后关小火 让红豆子慢炖直到它们变软 通常大约45分钟到一个小时 二高压锅 如果你有高压锅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煮红豆子 简单的冲洗红豆子 将它们放入压力锅中 加入足够的水覆盖它们 然后在高压下煮12到15分钟 三发芽 优质芽菜用的红豆子 也可以拿来发芽种植成迷你围形蔬菜 可以增加它的营养价值 要让红豆子发芽 先用冷水冲洗 然后在水中浸泡6到8小时 沥干水并冲洗红豆子 然后将它们放入带网掩盖的罐子中 每天冲洗两次以上红豆子 并将它们放在阴凉 黑暗的地方 直到它们发芽 通常大约2到4天 早餐、午餐和晚餐的红豆子食谱 红豆种子可以加入早餐、午餐和晚餐的各种菜肴中 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您入门的食谱创意 A早餐、红豆饼 原料 一杯红豆子、煮熟、二分之一杯面粉、二分之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汤匙糖、一茶匙泡打粉、四分之一茶匙盐 做法提示 一在搅拌机中 将煮熟的红豆腔中将煮熟的红豆种子、面粉、牛奶、鸡蛋、糖、泡打粉和盐混合 二混合直到混合物变得光滑且混合均匀 三用中火加热不粘锅 热后 在锅中加入一勺面糊 四每边煮二到三分钟 直到变成金黄色 五与您最喜欢的配料一起食用 例如新鲜水果或枫糖浆 V午餐 红豆沙拉 原料 二杯煮熟的红豆子 二杯切碎的混合蔬菜 如甜椒、小黄瓜和圣女番茄 四分之一杯切碎的新鲜香草 如欧芹或香菜 四分之一杯橄榄油 二汤匙柠檬汁 盐和胡椒粉调味 做法提示 一在一个大碗里 混合煮熟的红豆子 混合蔬菜和新鲜香草 二在一个小碗里 将橄榄油、柠檬汁、盐和胡椒粉搅拌在一起 三把调料倒在沙拉上 搅拌均匀 四冷藏后食用 四晚餐 红豆子辣椒 原料 二杯煮熟的红豆子 一磅碎牛肉 一个洋葱 切碎 二拌大蒜 切碎 一个甜椒 切碎 一个番茄切丁 一些番茄酱 一汤匙辣椒粉 一茶匙滋然 盐和胡椒粉调味 做法提示 一在一个大锅中 用中火将碎牛肉煎成褐色 一旦变成褐色 把牛肉从锅里拿出来放在一边 二将洋葱、大蒜和甜椒放入锅中 煮至蔬菜变软 三锅中加入煮熟的红豆子 番茄丁、番茄酱、辣椒粉、滋然 盐和胡椒粉 搅拌结合 四将辣椒放入纹火中煮20到30分钟 五趁热搭配您最喜欢的配料 如切碎的奶酪或酸奶油 红豆子甜点和小吃 红豆子还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甜点和点心 这里有一些想法 A红豆子冰淇淋 原料 二杯煮熟的红豆子 一杯浓奶油 二分之一杯牛奶 二分之一杯糖 一茶匙香草精 做法提示 一在搅拌机中将煮熟的红豆子 浓奶油、牛奶、糖和香草精混合 二混合直到混合物变得光滑且混合均匀 三将混合物倒入冰淇淋机中 并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搅拌 四立即食用或将其存放在冰箱中以备后用 V红豆种子混合均匀 原料 一杯煮熟的红豆子 一杯混合均匀 如杏仁、腰果和核桃 二分之一杯干果 如葡萄干或蔓越莓 二分之一杯黑巧克力片 做法提示 一在一个大碗中 混合煮熟的红豆子 混合均匀 干果和黑巧克力片 二混合均匀 三将混合干果作为零食食用 或将其包装在小容器中作为健康的移动零食 哪里可以买到红豆子 大多数健康食品店和专业杂货店都可以买到红豆种子 他们也可以从各种零售商处在线购买 但若是要购买到专门芽菜用的优质红豆子 则需到太平洋芽菜种子线上订购 红豆子和替代品 如果您找不到红豆子或只是喜欢不同的选择 您可以尝试一些替代品 一些选项包括 黑豆 黑豆是红豆子的绝佳替代品 具有相似的质地和风味 红扁豆 红扁豆是另一种不错的选择 味道温和 质地柔软 结论 红豆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食材 可用于世界各地的各种菜肴和美食 但除了它们的味道 红豆种子还富含重要的营养素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有益于您的健康 从心脏健康到帮助消化等 红豆子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无论您是想调整健康状况 还是只是想寻找新的方法来为您的膳食增添情趣 一定要试试红豆子 延伸茶月 红豆子的种植方法与芽菜育苗全攻略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